然后我们今天的MC话题是 就是有没有对一些习惯或者是一些东西特别有执念的成员 其实听到上一组的MC我就想起了阿星 他的那个破步 真的我看他每一次他就躺在他的那个矮床上 就这样一边捏着一边玩手机 然后每次我都吐槽他 他每次都要来反驳要来骂我你知道吗 他说你难道没有一个很追忆的东西吗 我说好吧 就是他经常那个衣服确实有点旧了 而且那个袖口已经拉丝了 就是那个丝津津掉掉的已经出来了 就一个小脚被扣美了那种 对他都还不舍得放下去 好像这是一种很多小孩子都会有的习惯 比如说洋娃娃呀必须有那个娃娃才可以入睡 或者是然后还有或者是小孩子闻那种味道 就是自己以前小奶布就一定要闻 我突然想起我妹他就也有一块破步 也是一个被子 他从小抱到大那个被子都像那个蜘蛛网一样 而且主要是他现在交了男朋友之后 他就算不跟男朋友在一起 也要跟那个坏破步在一起 你妹原来这么那个 对啊 小朋友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我自己啊我想想 好像没有呢 好静怡呢 好静怡像是那种会有的感觉 对我感觉他挺容易陷入回忆的那种人 对 陷入回忆 对 好静怡你呢 我 染头发特别有职业 对对对 就发根 你照染一次我觉得 对发根长出来了一定要把它补满 怎么办呢那丑啊 就只能去吧 非常挺快 但是应该我还有一个就是 吃播 我超级喜欢看吃播 好静怡特别喜欢看吃播 就是因为以前不是前段时间减肥吗 然后减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吃不了 对 您说几件事 我们两个还探讨过这个问题 对探讨过 感觉看什么还比较有食欲 对看那个吃那个那种会拉撕的那种蛋糕 对 每天晚上都会看一看 哎好静怡你喜欢看吃播啊 嗯 那你又看我直播就好了 我吃给你看 哦 哎我看过 你别说我还真看过 真的啊 嗯嗯 怎么样怎么样 吃得很香 哈哈 但是吧 你不觉得看吃播的话会越看越饿吗 你要看那种就是你不会想吃的东西 对看那种恶心的 啊 倒也不是 那有点 倒有病了 我就真的不看吃播 我看了不恶心的 对就看恶心的就不会想要再吃了 哦还有那种素食 对就是为了让你停止进食的这种视频 你就不会再想吃了 你看那个会越想越想吃了 但是我看那种我也会很想吃 就 哈哈哈 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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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奇怪的东西 就是 你们看过别人吃芦荟吗 哦 就是那种芦荟 黏黏的 然后我越看越想吃 但是我看评论里好多人说其实很难吃 但是我就很想尝试一下 看我也想吃 那个 对那个感觉就是口感很清奇 然后感觉看着就不像不好吃的东西 怎么会不好吃呢 我也比较我也特别想吃就看吃播嘛 就东北的吃播特别想吃一个东西 血肠 哦 你们知道吗 那个大血肠我觉得好好吃 有人吃过吗 我没吃过 对对对对对 那我想吃那种就是那种 没有吃过大血肠 没有吃过东北的大血肠 哦 就是味道一样的吧 一言难尽 难以形容 我想吃那种就是那种可以 那种肥肉 啊 不了吧 不了吧 已经在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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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败肉感太强了 就那种一大肥肉 然后就感觉他们的吃肉就那种 就那种 来半算嘛 对 然后吃口的蒜 然后那种就那种大肥肉 老铁上去666 哦 那天哪 那太不行了 别我说了说已经 吃那种老铁666 然后点 然后点赞那种 然后就吃那种肥肉是吗 关注主播不迷路 主播带你们上高速 加油 动动手指 只要一个赞 只要一个赞 对 笑话 哎 王毅呢 你 王毅 王毅 我跟你讲 王毅 他是 这段时间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 你也知道 我们特别喜欢看一个动漫 哦 叫鬼面嘛 然后他经常就是会 非常执着 就经常会在我们房间 说好一起看鬼面 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看鬼面 说实话吧 你说起鬼面 我就想起 因为我 就是有一天很无聊 然后就点进去看了 后来就对那个漫画 特别感兴趣 是吧 对然后我就来咨询王毅了 对 然后我觉得王毅他确实对动漫比较有一些执念 就是习惯对吧 对 但他来我们房间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在看动漫了 他在看周世宇 说的有点太白了吧 哦 对 对 对不起 就说我一个人在那里看动漫 哦 好近 好惨 别关乎 对 OK OK 你已经不想狡辩了 OK OK 别泪 别泪 说这种话 别笑 你呢 哈哈哈 哎呀 缓一缓 就 哎呀 我爸 我爸就平时没事呢就会一个人在房间里啊 一个人在房间里呢 哦 就无聊 哦 孤独啊 孤独啊 孤独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跟猫咪说话了 哦 我说 雏西雏西 王毅去哪里了呀 雏西雏西 你说呀 他姐姐都说是 然后 别说 雏西 难道你也想诗于姐姐了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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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个 你们请 好好好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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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雏西说话是真的 小王毅是假的 对对对 没有没有 就是我平时也是喜欢跟猫咪说话 但也算 一个癖好 就觉得小猫咪总会听得懂我的心灵 就 你们呢 对 瑶瑶还会教育猫咪 我知道 对 我会让它面壁 我会教它如何做一只好猫 就是 不太好 是不是 我以前 我以前是不会跟小动 就是交流的 然后自从跟你一起住了之后 完了之后我也开始 熟悉干嘛呀 有没有想阿姨呀 不想不想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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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芊芊说什么呢 我知道 嗯 我有个执念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我有个执念就是 必须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开一个小夜灯 哦我有这个喜欢 我也有 对对 因为我怕鬼 然后 我怕黑 我的脑子里面就是一关灯 我的脑子里面就开始想象各种的手 但是脑骨了你知道吗 我会想会不会门突然打开 一个人穿着白衣服就这样走进来 我就会想特别多 所以我必须要开着 这种说法要教你们一个方法 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歌声来给自己撞胆 就能唱你 什么意思啊 我都要睡觉了 我还要唱歌 是捧自己睡吗 就是就是要 先把胆子大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要 唱歌 对 要唱好运来之类的那种 激励自己 给自己洗脑 就是真的我很安全 那种感觉 对 那牛杰呢 我的话就是我朋友圈 每天都有人去迪士尼 哦 那也是 而且我昨天刷到了抖音 欢乐股年卡 399 我觉得 他告诉你 要办一个年卡了 不管是哪个地方 都办 对 就是 感兴趣 对 欢乐股 我的话我其实还好 我没有啥执念 我的执念可能就是 要 要 多交朋友 哎呀 所以这些 不要讲就是冠冕残皇的话 也没有 因为你知道就是跟团里 就是这些就是感觉像同龄的人 然后相处过了 然后到创造营就发现 好多大姐姐 好好 然后就是很想跟他们交朋友 然后就很开心 你就说你喜欢姐姐不就好啦 一定要说这些话 而且 郑爵他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他有个习惯 习惯 他就特别喜欢说东北话 明明不是东北人 对明明不是东北人 而且他喜欢说一点点 他喜欢说一点点 就说这些话 也没有我现在奇怪的方言也增加了 就是 这是哪里的话 这是哪里的话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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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实不止东北话了 现在就是哪 倾刀话 倾刀口音 倾刀啊 倾刀 倾刀话 你跟他说的蛮溜啊 对 反正在 在营里还经常说川普 快我们用川普稍微交流一下 你说 你说 说啥子吗 那个是 那你说完全是四川话了 不是川普了 你说还挺标准的 你说 就是夹着夹杂着来 凭教舌不分说一下普通话 不是 你要给我一句就是案例 然后让我讲 我知道一个 倾刀口底 是什么说的 是吗 倾刀口底 你这个跟他说青岛话 没什么区别 就早知道口底 倾刀口底 倾刀口底 是一句话吗 我上次看到 我上次看到有人说 什么脚趾抠出了一个 八笔娃娃的梦想 豪宅 跟他讲到大街 真的好广告 没有 后来现在 现在已经进化了 用脚趾抠出了一个故宫 真的很搞笑 然后你呢 请我 我也是习惯 和小动物说话了 我比较执念 就是我希望有一天 等人能跟我 用人欲来共同 就我每天都跟他说 叫妈妈 我愿望实现了 你的愿望实现的真容易 我也可以满足你 我们都可以满足 来 三 二 一 妈妈 突变妈 虎痛当妈 喜当妈 蛮怪的 那接下来就请欣赏 精彩的歌曲吧 耶 耶